哈囉大家好我是清清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款很厲害的洗髮護髮組 因為我最近就是常常上電棒 然後我的頭髮的尾端都乾乾彩彩的 加上我染燙的頻率又很高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該怎麼辦 就是一直護髮啊 然後或是出去做護髮很貴 想說平常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自己保養頭髮 但最近呢就是看到網路上很推薦一組的護髮組 就是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順便試用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 就是對比洗髮前跟洗髮後 那請給大家看一下 娜艾莎的洗髮露 然後這個是娜艾莎的潤髮乳 然後最後一個是傳說說很厲害的護髮膜 就是抹上頭髮呢要等5到10分鐘再沖洗掉 這樣頭髮就會變得非常柔順了 哈囉那我們現在開始就是用我們的娜艾莎洗潤系列 然後示範給大家看囉 好那先用我們的洗髮露 然後我頭髮比較多 所以可能要用多一點點洗 再洗完之後 頭髮露順度如何 好了 頭髮先洗完了 那我們現在來換我們的潤髮乳試試看它的感覺 那一樣就是要擠多一點 因為我的頭髮比較多 好然後把它抹在髮尾的地方 讓它打結的地方 讓它可以揉順一點 多餘的水分 把它滴掉 然後一樣做沖洗的動作 把它沖掉 然後一樣做沖洗的動作 把它沖掉 好耶 頭髮非常輕滑 非常的柔順 好 液乾之後呢 我們到下一個步驟 最後一個聽說非常厲害的護髮素 這個是最後一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 好啦潤髮完成 還濕濕的 那我們最後一個步驟 是最厲害的護髮素 然後我們只要擠一點點 然後讓整個頭髮抹暈 然後等5到10分鐘左右 再沖掉即可 就差不多洗個澡 就可以沖掉這個護髮素了 那頭髮就會變得非常柔順喔 我們來試試看吧 那一樣我的頭髮比較多 所以我可能要擠稍微多一點這樣 然後我覺得比較乾燥的地方就是髮尾 這邊這邊好香喔 嗯 花香味 很少女性的味道 然後稍微按摩一下你的粗糙的髮尾 常常做造型 髮尾比較乾澀的部分 那我們的護髮素抹完呢 要靜待至少5到10分鐘 它比較有效的修護我們的頭髮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先把頭髮先綁起來 然後可以剩5到10分鐘 好好洗個澡 待會兒沖掉就完成了 那先綁起來 那我先去洗澡 哈囉 洗完澡了 然後現在呢 就可以把我們的護髮素 沖掉了 現在就可以把護髮素沖掉了 那我們現在 把護髮素來沖掉看一下效果吧 洗完頭的感覺真的有差耶 雖然現在頭髮濕濕的 但真的跟平常洗完頭的感覺就是有差 我的髮尾比較沒有那麼的某某的感覺保濕很多 那我們等一下吹乾頭髮來看一下我們的對比 哈囉 我已經幫大家試用完畢了 然後我現在已經吹乾頭髮了 那我頭髮現在非常的滑順 你看 這個光澤 烏黑亮麗的頭髮 非常的保濕保水 而且我的髮尾已經不再柴柴的了 它就是非常的聽話 它沒有在外國洗澡 很厲害對不對 整個頭髮滑順都不行耶 你看這個光澤 幫大家試用那艾莎洗髮護髮組完畢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囉 掰掰